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一下感情事 有一個港女在討論區出帖 說她男朋友早前約了兩個女兒的舊同事一起吃飯 因為當晚下大雨 所以最後三個人去了她男朋友家用餐 後來這條港女就知道這件事發生 坦然本身已經有點介意男朋友跟異性吃飯 而對方居然還把女同事帶回家 亦沒有事先告訴她 覺得很生氣 所以跟男朋友吵大架 直言說她到現在都不明白為何我這麼生氣 這個女人在D卡發文 帖文就這樣寫 接不接受到另一半帶異性朋友回家 就說男朋友日前約了兩個同事吃飯 兩個都是女兒 本身也有點介意 約女吃飯 就說叫男朋友不如你叫多個男生朋友 但男朋友就說只有她們三個特別朋友 所以最後她們三個都照約出來吃飯 晚飯當日這個港女就說 男朋友在未有事先報告的情況下 就帶兩個女生回家用餐 她知道了之後就很不開心 說妹妹你心靈都很脆弱 就說明明可以出街吃 為何偏偏要上家這麼private的地方 都說下雨下屌你了好嗎 我有時候可能想不到吃什麼 妹妹你乖啦走棧好嗎 這個港女就因為這件事是大發雷亭 男朋友就解釋了 因為那天是下雨的 而且兩個女同事都是住附近 想一想 不如回家吃算吧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因為有事真的想不到 她還說 其實這兩個女生朋友本身都有男朋友 再加上這個男生的家是有家人在 就說不明白帶兩個朋友回家吃飯 又有家人在 有什麼問題 你說怕兒子偷跳 其實是不會有家人在那裡偷跳不到 還有兩個女同事 難道3P嗎 那你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純粹找些東西來吵 之後這個港女就說 她不滿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女同事和男朋友回家 而是因為她男朋友 就沒有跟她預先說定 就認為先斬後奏事後 才通知她這個做法非常之過分 我是招頭的 我不明白她在說什麼 其實很老實說 然後她又再說 就認為這兩個女同事 應該要懂得避忌 都沒有東西 又是家人在那裡 有家人在那裡避忌 有家人在那裡避忌什麼 我不明白 我理解不到 繼續說下去 就說 為何三個人可以認為這樣沒有問題 我也覺得沒有問題 有什麼東西要避嫌 都沒有東西 然後就說 整件事就是明明可以出街吃 如果真的這麼大雨就改期 真的有需要上家裡吃嗎 我回答你了 八婆告訴你 你老母現在是要上家吃 那怎麼辦 你老母真是 真是 真是醜的 真是很醜的 還有 這些是很小事的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東西很吵 我覺得這女孩很奇怪 更加這女孩就說 她男朋友到現在都不明白她生氣的原因 就是只好向網民訴苦 到底是太敏感還是男朋友感恩真的有問題 是你敏感吧 八婆擺明 你有什麼東西 我不需要看不明白 我真的不知道生氣什麼東西 其實真的 你生氣她沒有跟你說 但她有跟你說 最後都 你說她完全不能說 可能隔了一兩個星期之後 才發現她帶兩個女孩回家吃飯 你生氣我都明白 但她不是 她馬上跟你說 帶了人回家 她不是說 帶完不能報 她有報的 不過可能是帶完才報 我覺得不用說 先問準了你 是不是 沒有人帶朋友回家 關你什麼事 拍拖也是這樣說 還有真是沒事 最主要是 有什麼問題 我理解不到 真是很奇怪 貼文引來大批女孩留言討論 不少人居然是認同這個港女的說法 就認為問題又不是一個晚飯 而是男朋友有沒有主動避嫌 就說 如果你問了 才讓你上去 是沒有問題 我帶朋友回家 關你什麼事 我不明白 你們兩個一起住嗎 你們兩個不是一起住 她和家人住 她帶朋友回家 關你什麼事 如果你們兩個同居 帶人回家 當然要通知你 當然要問準你 這個我認同 假如你男女朋友同居的話 因為家裡你也有份 但現在不是 我帶朋友回家 你跟你混亂 還要沒有東西 真的有朋友 還有家人 還有兩條女 真的擺明是朋友 吃不到東西 那你幹什麼 我不明白 根本就是無理取鬧 繼續說下去 真心覺得安全感這件事是相向的 如果男朋友經常沒有交代 又不會和女生避嫌 真的會很難受 和很難委屈 那你真的做不到人 很多事情我都反過來 我覺得反過來沒問題 假設當我有個女生 她說帶兩個男朋友回家 吃飯我也是沒問題 因為你有家人在 那有什麼問題 我是理解不到 我真的理解不到她 有什麼困難 可能我懲罰 不要緊 繼續說下去 亦有網民認為 男女相處之間 要保持適當的自由度 怎樣維持安全感和社交自由 是很深奧的學問 適當的自由度 都應該給對方 而對方得到自由度 都應該給安全感另一半 就說感情相處 不是講道理 這個話題 你要怎樣協調 真是只有兩個人 是攤出來聊 到最後都是那句 你們兩個不合 是啊 因為如果有女生是沒問題 帶Fan回家吃飯 你說話嗎 你家人在這裡 那OK 你又不是有什麼古靈精怪的 有時候真的想不到吃什麼 例如家人煮了飯 你媽媽 就煮完他們兩個飯 一起吃 我覺得沒問題 或者買東西回家吃火鍋 這些是很合理的 難得你家人又沒什麼所謂 反而她家人都還沒出聲 你出什麼聲音 關你什麼事 你們兩個不是一起住的 為什麼現在 我是理解不到 反而我覺得很奇怪 這個女生 而且她會說因為這些東西 嫌不開心 都是比較脆弱 其實我真的很不明白 你說 如果單獨和一個女同事回家吃飯 那你生氣 我明白的 合理 你媽媽單獨和女同事 那你是要避嫌 誰知道你們兩個搞什麼 但是你和兩個女同事 然後家裡還要有家人 那我媽媽 你是不是有點奇怪 你生氣什麼 我是不明白 這個真的不明白 要避什麼東西嫌 避嫌了 就有家人在 避什麼東西嫌 有什麼東西 家人一起玩 我不是很理解到 真的沒有東西 擺明這件事 擺明是真的朋友吃飯 可能想不到吃什麼 又下雨 可能回去打火鍋 或者回家吃 家人又坐得舒服一點 自在一點 那你家人又沒什麼所謂 那你和朋友回家吃 有什麼問題 我想跟那個男士主說 這個所謂男朋友說 你女的腦真的有事 你說你單獨約女吃飯 我都覺得要避嫌 最好就是叫女一起吃 但你和兩個女 家人還要有人在 我真的想不到問題在哪裡 有必要吵嗎 你要吵的 下次帶朋友回家之前 說聲就行 我覺得這些真的不需要生氣 是很小事的事情 生氣不夠 你老媽有病 就看醫生吧 今天講到你這裏 都很奇怪 這個女生 我真的完全不怕她生氣 因為其實你說 她沒有交代 她就說了給你聽 她就交代了 她就跟你說 我帶了兩個朋友回家吃飯 要問準了你一定要 你老母 即是童sir報 童sir報 我要帶兩個朋友吃飯 sir 現在 坐牢嗎 有病 你不要飛了去 今天差不多了 講到你這裏 喜歡我的節目 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